有全家嘲讽,我反手一招操作,他们全家傻眼了,订婚前给了二十万彩礼,订婚的时候,丈母娘临时让家十万,我拿不出来,被女,有全家嘲讽,不久我就发现女友出轨了单位的多鸡男上司,我想分手,可又怕之前的二十万彩礼要补回来,我走投无路,直到收到了一张富豪老爹的亲子鉴定,不装了。 我是沈豪,今天本是我拍婚纱照的日子,我兴高采烈地来到未婚妻家,可准丈母娘却告诉我,想要娶她女儿,彩礼还得再加十万,我心中很是苦闷,怎么还涨价了? 我是单亲家庭,才参加工作没几年,贷款买了楼,之前给了未婚妻家二十万彩,里,都已经掏空了我的家底,我无奈朝着沙发对面的准丈母娘刘娟,苦笑着想要求求情。 刘娟,你也知道我的情况,我还哪有钱啊,三十万也太多了,刘娟一伸手,打断了我,板着脸冷哼道,觉得钱多。 你应该看看自己这些年努,没努力,工资有没有长,然后,她直接把脸扭到一边,没钱,就别想娶我女儿,刘娟抱着肩膀,一副铁了心的样子,怪不得,今天我未婚妻成月和准岳妇都不在家。 这绝对是故意刁难,不是想好好谈的意思啊,不行,我得去找成月问个明白,既然她不在家,那就应该在公司,我只能先离开成家,不知道自己怎么招惹到她家里人了,就在我很是头大,在路边等公交车的时候,一个车队开了过来,我一看,好家伙,清一色的劳斯莱斯啊,偏偏好车队,正好停在我的前面。 从第一辆车上,下来了一个身材高挑,妆容精致,一身白色西装,高跟鞋的职业,女人,我刚想躲开,发现那职业女人,竟然对须我走了过来,就在我不明所以的时候。 女人对我行了个礼,少爷,我们来接您,豪车,少爷,我梦了,连忙摇头,那个,你们认错人了吧? 女人微微一笑,您的父亲是王振华先生吧?这些年您受苦了,从今以后您将会继承千亿资产的集团。 我一愣,我爸十年前就失踪了,都说他去国外搞传销死了,我是讨厌有人,拿我父亲说事了。 而且千亿资产,也太扯了吧,我愤怒地看向他,摄像机呢,谁允许你们调查我的,女人则是一点破绽没有,依旧平静开口道。 哦,少爷,我说的都是真的,行啊,那你让他自己找我来吧。 我也不想废话,正好路过一辆出租车,便招手上去了,只当是恶搞,承越和我是同事。 平复了下心情,我一路来到了公司,承越不在公位,说是去主管办公室,汇报工作去了。 我找了过去,准备在办公室外面等他,刚走过去,我便听到办公室里,传来一阵耐人寻味的调笑声。 不对劲,我一把推开办公室的门,只见承越和他的主管杨斌竟然抱在一起,别提多亲密。 我脑袋嗡的一下,一股火疯狂涌上大脑,我愤怒的,对谁他们俩质问。 这是怎么回事,杨斌不仅没有丝毫慌张,还搂着承越的腰,一脸戏谑。 呵呵,是你这个舔狗啊,当活王八的滋味怎么样? 承越也白了我一眼,冷冷说道,既然你看到了,那我就和你明说了,你被我甩。 杨斌更是得意地,看着我笑道,听到没,赶紧滚出去,记得带一下门,我满腔怒火,失望至极,没想到未婚妻竟然是这种人,这是不装了,杨斌是个富二代,这是棒到大款了呗,肩服淫妇,看着杨斌猖狂的样子。 我强忍着揍他们的冲动,毕竟我和承越并不是夫妻关系,冲动只会害了自己,我深呼一口气,冲着承越,咬着牙说。 行,那你把彩礼钱还我,咱们一刀两,断,承越白了我一眼。 我和你这窝妻废在一起两年了,你也该给我点补偿,真是个,废物,分手还找女人要钱,你什么意思,出轨还不还钱,你还有理了? 我真是见识了,承越的无耻,杨斌文言,指着我的鼻子呵斥道,你和谁甩脸子呢? 王丰,你被开除了,虽然杨斌不是我的直系领导,可他是人事部主管,还有在公司的人脉,开除我就是小问题。 然后,他轻暴地说道,你算什么东西,小月跟着我比你好多了,承越也跟着附和,对,一个穷鬼罢了,和我们杨竹馆比,你算个屁,我听得憋屈。 反正也被开除了,我索性撕破脸皮了,你们俩还真是不要脸,真是婊子配狗,老子不伺候了,杨斌一瞪眼睛,一个穷鬼,敢和老子叫板,保安,把这家伙给我轰出去,他喊了几声,顿时有公司的保镖前来,把我轰了出去,我非常狼狈地,从公司被赶了出去,没办法,杨斌有钱有势, 又是公司领导,我实在是斗不过,没了未婚妻,又丢了工作,真是人生的大起大落,心里把这对狗男女骂了无数次,我失落地回了家,发现家里来人了,是我在镇上的大伯和大娘。 老妈低三下四地冲着他们求道,她大爷,孩子新房要装修,你能不能借我们,点钱,大娘抱着肩膀。 阴阴怪气地讽刺说道,就你们这孤儿寡母的,借你们钱拿什么,还,老三都,不要你们了,怎么好意思开口的,要点脸布,大伯也抽着烟,冷笑着,我们过来还想和你们说,要修祖辞,各家都得拿钱,虽说老三没了,你们也不能不认祖宗了吧,我本来就火大,直接冲了过去。 妈,咱们不和他们借钱,还有修祠堂,我就是要饭,也不差这个钱,我气愤地看向他们俩,请对我妈尊重点,否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 大娘切了一声,要饭的还嫌馊,和你们这穷亲戚断交也好。 就你个臭打工的,这辈子都没出息,然后呸了一声,和大爷起身离开了,人走以后,我妈一脸愁容,彩礼钱是给了,可你新房装修怎么办啊? 我心想,何止装修啊,人家还要十万呢?和老妈说了分手的事,她红了眼眶,是妈没本事,拖累了你啊。 我心如刀割,连忙安慰她,是承越不要脸,早点知道她本性也是好事。 这时,我发现了老妈不对劲,她捂着胸口,倒在了沙发上面,我心里已经意识到不好,妈,你怎么了?叫了两声,她已经不能回答我了,我赶紧抱起老妈。 朝着外面跑去,到了医院,我得知一个噩耗,我妈得了心率不齐,如今已经发展成了心梗,非常危险,我从医生那得知,之前因为老妈不想耽搁我结婚,也不想花钱,耽误了病情,离开医生办公室,我用力给了自己一个巴掌,老妈都是为了我啊,老妈的病托不得了,必须尽快手术,可家里还哪有钱啊? 对,彩礼,把这个钱要回来,就可以给老妈治病了。 想到这,我准备去找刘娟,好好谈谈彩礼的事,可我敲了半天的门,都不给我开,没办法,我只能再回到公司。 找承越,见到我,承越一下子警惕起来,你干嘛,再找事,我可报警了。 我忍着恶心,和他解释道,我妈生病了,你把彩礼钱还我吧。 杨斌也闻讯赶来,听到我的话,一声吃笑,他趾高气昂地对我说道,骂了老子还想要钱,你跪下给老子学狗叫,说不定小,也发发善心,把钱施舍给你,我气得攥紧拳头。 杨斌,你别太过分,那是我妈的救命钱,杨斌一声冷笑,一副无所谓的样子,你这个穷鬼的穷鬼妈,死了就死了,我脑袋嗡的一下,只感觉大脑瞬间冲血,太过分了。 竟然侮辱我妈,杨斌,你欺人太甚,我实在忍不住,冲上去想和杨斌理论,哪知道他早有准备。 一挥手,几个保安从后面直接冲了上来,杨斌很是嚣张地说道,给我揍他,出事算我的,一个窝囊废敢和老子瞪眼,经几个保安和杨斌公司里的狗腿子,骂骂咧咧对我冲了过来, 小子,你算什么东西,和我们杨斌比起来,你提鞋都不配,打死他,一个屌丝,我纵使在愤怒,可是面对几个男人,根本招架不住,很快就被踹倒在地,我捂着脑袋,又怒又耻辱,都给我助手。 这时,一个清脆的声音出现,只见一个一身黑色连衣裙的年轻美女,快步走了过来,把人都拉开了,她把我扶了起来,是我们公司策划部的副主管,苏柔,苏柔,是我们公司的女神,家是部书杨斌家,大家闺秀,貌美如花,至于成月,从各个方面,更是和她根本没法比, 我就是,在她手下做事地,见到苏柔,杨斌明显眼前一亮,苏主管,你护着这穷小子干嘛,成月也抱着肩膀,酿溜溜地嘀咕着,就是,你帮着一个窝妻费,必要吧,苏柔举起手机,对他们俩冷冷地说道,你们最好赶紧还钱,不然我帮她报,警,杨斌脸色一沉,最后还是妥协了,苏柔, 你最好别多管闲事,放下一句狠话,杨斌离开了,人都散了以后,苏柔对于我走了过来,他关切地问道,你没事吧,我摇了摇头,感激又内疚,谢谢你了,让你为我得罪人了,苏柔秀眉轻调,没事的,杨斌不敢招惹我,听他这么说,我稍稍安心了一些, 这时候,我的手机震动起来,接通电话,里面传来护士急切的声音,王峰先生嘛,你母亲快不行了,请你赶紧回医院缴费,你母亲需要尽快守,树,我脑袋轰得一下,感觉晴天霹雳,刚要赶去医院,又一愣,想起自己没有钱, 发觉了我的窘迫,苏柔叫住了我,他让我等会,回去拿来一张银行卡,交给了我,这是我的卡,你先拿着应急,他一声轻叹,杨斌虽然是个二世祖,可是他不会为了承越这种女人,花几十万的,说吧,他真诚地看向我的眼睛,阿姨治病要紧,这个钱我先借给你,我万分感激, 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啊,我郑重鞠了个躬,感谢道,我替我妈谢谢你了,等等,这时,一阵高跟鞋的脚步声,不紧不慢地传了出来,一个和苏柔长相有几分相似,但是带了几岁,装扮精美的女人,走了过来,女人打亮了我一眼,冷哼道,来接我妹逛街, 没想到碰到个片钱的小柔,你 和这人很熟,原来是苏柔的姐姐,苏语,苏柔点了点头,这是我的一位下属,苏语文言,顿时急了,我刚才可是听说,你给一个被开除的员工撑腰,离职了,你去拿找他, 然后,一脸高傲地看向我,逼道,你这种人,我见多了,就是欺负我妹妹善良,趁我没报警之前,赶紧把卡还过来,我一个大男人,被说成是骗子,很是羞辱,感觉脸上火辣辣的,可是这个钱,是我妈的救命钱啊,苏语见我不说话,一把将银行卡抽了回去,然后白了我一眼,招呼苏柔离开, 就在我万念俱灰的时候,苏柔转身之前,在我手心里塞了个东西,我一看,是另一张银行卡,过了会,苏柔在微信,给我发了一串密码,这是我的工资卡,钱不多,你先拿去应急,感谢,我一定尽快还你,我再次看到了希望,被苏语羞辱,又被苏柔这个女人可怜的感觉,我会记在心里,以后我一定要好好赚钱, 还上这笔钱,拿着救命钱,我一刻不敢耽搁,敢往医院,到了医院一看,我妈已经被陷入昏迷了,状态很不好,我心急如焚,对这旁边的医护人员催促,你们赶紧,给我妈治疗啊,先交钱,伴随着一个冷漠的声音, 我看到一个医生,背着手走了过来,他是承越的表叔,万豪医院的副主任陈海龙,陈海龙一直不怎么看得起我,我也没废话,去缴费了,可是卡里的钱不够,没办法,我只能连忙赶来去,还差两万,你们先给我妈手术,钱我现在就去想办法。 陈海龙抱着肩膀,撇了撇嘴,差一分都不行,我们不是慈善机构,现在去卖房子也来不及啊,老妈还需要他们救治,我强忍着心中的愤怒,咬着,呀,祈求道,过后我一定加倍给你。 不,十倍,求你先给我妈治病吧,陈海龙依旧是一脸冷漠,眼看着,仪器上显示,老妈的心跳已经快要没了,我扑通一声跪在地上,无力又绝望。 这时候,走廊传来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,果然是个窝囊废,真是晦气,是承越那个不要脸的贱人,旁边还跟着杨斌,他们俩趾高气昂地走进了病房,承越轻浮小腹,对于陈海龙得意道,表叔,我,已经有了杨斌的孩子,过来检查一下,我心里咯噔一下,两年的以来,我舍不得碰承越一下, 可他不仅出轨,还有了别人的孩子。 我这绿帽子,都不知道戴了多久,真是可笑啊,表妹,杨绍,恭喜啊,承海龙也是笑容满面。 我妈危在旦夕,他们却其乐融融,实在是太讽刺了,够了,承越,你看看我妈,已经昏迷不醒了,钱不够没法手术, 你要还是个人,就把彩礼钱还我,承越撇了撇嘴,白了我一眼,和你过了两年苦日子,还好意思和我要钱。 我都,没说你赔我青春损失费呢,杨斌也一脸鄙夷,就是的,朝女人要钱。 你还算得带把的了,你马死不死的,和我们有什么关系? 你们,我攥紧拳头,看着他们丑恶的嘴脸满腔怒火,但我提醒自己,老妈需要我,我不能冲动,医院自有规定。 你赶紧去凑钱,别磨叽,承海龙一声吃笑,和你说实话,杨斌他爸是我朋友,他和小月就是我牵线搭桥。 我表执女,怎么嫁给你这种窝嗖费,医院会救一个坏人,但不会救一个穷人,怪就怪。 你是个没出息东西,就是个穷鬼,我怒火中烧,可又无能为力,简直欺人太甚,可现在,我真是没办法了。 一分钱难道英雄汉啊,就在我崩溃的时候,一声浑厚的呵斥,在我身后出现,要钱,老子有的是钱。 我闻声看去,只见一个身着高档西装中年人,大不留心地走了进来。 他指着承海龙的鼻子,愤怒地呵斥道,你这种狗东西,也配做医生,承海龙不干了,熬得一嗓子。 你谁啊?可他话还没说完,从中年人身后,冲出来四个人高马大的黑西装保镖,一把将他,按在了墙上。 然后,一个美女秘书,提着个手提箱走了上来,见到这女秘书,我愣了下,这不就是之前? 劳斯兰斯车队下来的,那个职业装女人嘛,只见中年人打开手提箱,里面是满满全都是百人大钞,足有上百万,你不是要钱吗? 中年人拿起一叠钱,对系承海龙脸上用力砸去。 你又算什么东西?啪,一落落钱,对承海龙的脑袋上砸去,看得我别提多爽了,你怎么打人? 杨斌反应过来,上前质问道,有你什么事? 中年人挟了他一眼,杨斌抬下巴,高傲道,我是杨家大少爷。 我,没等他说完,啪,中年人根本不惯着,一个巴掌抡了过去,杨斌半张脸被删成了猪头了,直接梦了。 小小杨家,算个求啊,中年人完全不屑,这时候,一个两鬓斑白的老头急匆匆地走了过来,见到来人,称海龙叫喊起来,院长快叫保安,有人闹事,把他们赶紧都抓起。 来,只见万豪医院的院长方磊,带着几个保安,风风火火地走了过来。 不仅没有对中年人怎样,反而瞪着眼睛,朝着陈海龙骂道,给我闭嘴,你被开,除了赶紧给我滚,然后恭敬地看向中年人,小心地问道,先生,您是,中年人眯了眯眼睛, 只向一旁病床上昏迷不省的我妈,愤怒道,我是谁不中,药,你们就这么让病人等死,你们医院不想开,我可以帮你们砸了。 老子有钱陪,接着,女秘书又让保镖,拎来了两个箱子,一打开,赫然是一落落百元大钞,院长不敢怠慢,赶紧吩咐众人。 快,安排手术室,让最好的医生来,然后让保安拽着。 被揍得鼻青脸肿的陈海龙,要把他扔出去,中年人最后,对于陈海龙冷声道,以后你别想当医生了,国内医学界会把你除,明的,我陈海龙面如死灰,全然没有了之前的咄咄逼人,真是活该。 杨斌和陈岳二人,也灰溜溜地走了,看着他们最后盯着我幽怨的目光,虽然出了一口恶气,但我不免担心起来,如果真的只是拍节目,大叔和这女秘书恐怕会有责任的。 不管怎么样,谢谢您了,看着我妈终于被推出去,可以做手术了,我还是由衷地对中年人深深居了个。 公,幸好他们真的有本事,也算是救了我妈一命,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俩,中年人叹了口气,打量了我一番,唏嘘道,都这么大。 我有些疑惑,听他这话,好像认识我,我这才仔细地看向他,确实觉得他很眼熟,可又想不到在哪见过,就在我愣神的时候,大叔已经来到我的面前,双眼泛红,很是激动的样子。 小枫,我是爸爸,大叔眼眶湿润,对我伸出了手,我下意识地后退,反应过来,这个人和我爸确实有点像啊,见我还是很警惕,他流着泪,从怀里掏出一张老照片。 上面是一个父亲,抱着一个只有几岁的孩子,那上面的小孩,不就是我妈,照片上的男人就是我爸,因为我妈也有一张同样的照片,我看见他偷偷看过,我爸是在我十五岁那年消失的,在更之前的几年中,他就已经一直在忙生意,我也没怎么见过他了,只记得他很干瘦,现在有些微胖, 又老了不少,但依稀还能看出父亲的影子,特别在和这张照片对比,绝对是一个人,大叔流着泪说道,如果你还不信,咱们去做DNA鉴定,说着,就要伸手拉我,我摆了摆手。 心中五味杂陈,不用了,我信了,父亲喜极而泣,想起了什么似的,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银行卡。 这是黑金卡,是我所有财富的付卡,还有,龙业集团,我也会转到你的名下,龙业集团,那可是世界五百强,资产几千亿的集团,怪不说,医院院长这么忌惮,我再也不是屌丝,成为超级富豪了。 虽然对我爸还有些埋怨,可现在好在,我妈有救了,我爸接过女秘书递过来的手券,擦了擦眼泪,儿子。 之前我一直在商战,危机四伏,不便暴露你们,现在我完全稳定了。 从今以后,你就是龙业集团的少董家,我接过黑金卡,这简直像是一场梦,看以后谁还敢看不起我。 老爸,班女秘书安娜,也分配给了我,接下来经过两个小时,汇集了整个万豪最顶尖的医师力量的手术,我妈的手术中,于成功了,有钱就是好啊。 我一直守在我妈床边,一直等到妈要进过了,她醒过来,第一句话就是问我,儿子,你哪来的钱啊,妈不治了,你得结婚,啊,我心里一阵刺痛。 不过现在好了,我们不缺钱了,不敢马上说我爸,她刺激到我妈,只能把苏柔搬出来,我妈也让我回头好好感谢,人家是应该谢,说到苏柔,我得把钱还给人家,安顿好老妈。 我便去到公司找苏柔,路过一间办公室的时候,我听到里面,传来一阵对话声,听说了吗?苏柔和那个什么屌丝王丰,早就勾搭上了。 据说她是小三呢,长得这么漂亮,怎么如此不要脸?就是,没想到她是这种人,我听得满腔怒火,我们俩是清白的,苏柔这是被泼脏水了。 那,唯一可能就是杨斌和承越,那对狗男女干的,我真是气坏了,愤怒地问我身后的女秘书安娜,咱们龙业集团能进入边海市吗?安娜瞄懂我的意思,回道,少主,灭了那个什么杨家还是不成问题的。 正合我意,那就灭了吧,安娜点了点头,我这就买下这家公司,调查此事,随后,我去了苏柔的部门,还给她卡,我妈已经没事了,谢你了。 我看到苏柔眼眶有些发红,肯定是因为被泼脏水的事难过,就在我气愤的时候,身后转来呵斥声。 王丰,你还赶来公司,是肿了半边脸的杨斌和承越二人。 看样子,也是刚赶到公司,杨斌敷着冰带,咬牙切齿地骂道,在医院你好运,碰到个有正义感的大佬,这,回我看谁还能帮你,我弄死你,原来他们俩,以为我爸就是个路过的好心人。 我冷笑了下,在这里,你好像没资格和我要武扬威,因为你也被开除了,听到这话。 承越撇了撇嘴,王丰,你失心疯了吧?杨绍家可是公司的股东,杨斌也是一声吃笑,就是,我看你是恼羞成怒,一想天开呢吧? 你要能让老子被开除,老子倒立喝尿?哈哈,废物,你能拿我怎样?他们俩讥讽着我,四周看热闹的同事们,也是一阵哄笑。 这时,从门外走进来一个微胖的中年男人,是我们公司的副总韩旭,我看到安娜也在,看来事情办成了,杨斌他们不顾脸肿,匆匆赶回来,看来也是有意为之。 果不其然,韩旭直接宣布道,杨斌,承越,你们俩被开除了。 四周一下子安静下来,杨斌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,他对韩旭激动道,你敢开除我,我家可是公司股它东,韩旭一脸严肃,回道,这是所有股东一致决定,还有杨家的股份已经被冻结,正在调查,韩旭说罢,做了个请的手势,所以请你们离开,不要在公司闹事。 但是,杨斌和承越,脸色都很难看,看得我别提多爽了,你要武扬威,有钱有势,老子比你牛,你给我滚,杨斌憎恨地瞪了苏柔一眼,你搞我是吧,你给我等着,然后和承越一起被赶了出去,看来。 他们还以为是苏柔出的手,等到人群散去,我来到苏柔身边,和他保证道,毕竟事情因我而起,苏小姐,你放心吧,我会保护你的,还有你被污蔑的事,我也会帮你调查的,苏柔只是对我笑笑,没说什么,我能理解他,毕竟我在别人眼里, 还是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屌丝,我吩咐安娜,派人保护苏柔,然后去到了董事长办公室,想到昨天,我还是个被扫地出门的打工人,现在成了老总,整个公司都是我的,不过为了暗中调查苏柔的事,我并没有直接公开。 我刚处理完交接事宜,路过苏柔他们办公室的时候,听到了争吵声,苏主管,这是一直是成岳负责,我怎么知道,杨主管不在,我们也没法配合啊,我到门口一看,是几个职员,还有其他部门的不服苏柔,这几个人我知道,都是杨斌的狗腿子,这是欺负苏柔一个小姑娘,是你们自己往伤口上撞的。 我直接叫来副总韩旭,韩旭一进去,一声呵斥,你们不想干,就都给我走,一时间,办公室里安静了下来,大家都不敢吱声了,这时候,安娜也来了,手里拿着一份名单。 安娜看向众人,严肃道,我是新来的董事长助理,污蔑苏主管一事,有了调查结,果,人员如下,接着,安娜宣读起了名单。 刚才几个闹事的人赫然在列,最后,安娜宣布道,你们被开除了,一时间,四周炸开了锅,一个叫做赵明武的组长,激动地叫喊起来,你把我们都开了,不怕公司停摆,项目暂停吗? 其他员工也跟着附和,毕竟足有将近十个人,涉及几个重要部门,安娜平静道,会有别人来的,与你们已经无关了。 龙业集团在省城就有分公司,能调来的人才,比现在这小公司强得多,况且,对于现在的我而言,不就是一家公司吗? 关了又怎样,他们这才知道害怕,纷纷开始求情。 安娜面无表情地,把名单交给韩旭,副总,具体麻烦你来办了,公司不需要人品不好的员工,还有,你们污蔑我公司主管,公司会起诉你们,我们有强大的律师团队,说吧,直接转身离开,公司里只剩下,被开除员工的哀嚎声,都是杨斌让我们干的,你们起诉他,杨斌,都怪你,我再也不要, 不敢了,我会不会坐牢,看到苏柔一头雾水的样子,我觉得真是煞是可爱,好人必须有好报,原来是公司新来了董事长,真是要感谢他,苏柔感叹道,我心想不用谢,处理好了公司的事。 我再次回到了医院,一进病房,就看到两个不速之客,是大伯和大娘,见到我,大娘激动起来,王丰,你回来得正好,这些年老爷子老太太的坟地,都是我们打理,你们家的,老房子得给我们,我一下就来了火气,怒斥他们, 我妈现在还在病床上,你们来要房子,还有煤,有点人性了,大娘抱着肩膀,尖酸刻薄地周妈道,我打听了,你妈这病就是个无底洞,人废了,不能干活了,没救了,你们给我闭嘴,没等我发火,我爸赶了过来,见到我爸,大伯大娘都很意外, 大伯比一道,老三,你还活着呢,跑了十年,赚到钱了吗,都说没人看得起,你,房子不给我们,以后你们别想入族谱,我爸一声冷笑,你们给我滚,以后咱们再无关系,大伯和大娘,妈妈咧咧地走了,临走大娘还呸了一声,穷鬼,关上门,我爸愤怒地和我说道,儿子,回头和我回一趟, 唱老家,把你爷爷奶奶的坟,还有牌尾签回来,看不起咱们,可笑,以后没这种亲戚,我点了点头,有钱了,干什么都有底气,再看我妈,已经是泪流满面,我爸也红了眼睛,凤,我对不起你,我妈笑中带泪,不停地说着,回来就好,回来就行,我们仨抱在一起,喜极而泣, 平静下来,听着我爸,讲述这些年经历的时候,我来了通电话,是安娜打来的,少爷,下班以后,杨斌找去了苏肉架,不好,苏肉有危险,我赶紧赶了过去,等我到的时候,两个保护被我安排苏肉的保镖,已经要闯进去了, 踹开了公寓的门,我看到,苏肉被杨斌按在沙发上,压得,这还得了,我冲了过去,一脚把杨斌踹翻,我赶紧看向苏肉,好在她的衣服都还是完整的,没事吧,苏肉,苏肉一把扑进我的怀里,哭着说道,多亏你了, 每人在怀,我轻轻安抚着,两个保镖也按住了杨斌,然后,我们去公安局,做了笔录,从公安局出来,苏肉还是一脸忧愁,没办法的,杨斌这是有恃无恐,他们家抓住了我们家供货商的命脉,如果一旦涨价,我们家资金就要断裂了, 他通着我和他在一起,承越已经有了身孕,杨斌还对苏肉图谋不轨,这家伙,实在太无耻了,我来想办法吧,现在我终于有能力帮助苏肉,你能有什么办法,苏肉一声叹息,我也没多解释,接下来把苏肉送回了家里的别墅,之前他是为了离公司进自己租的公寓,分开之前,苏肉欲言又止地说道, 我家里也在逼我,你能不能和我结婚,我不,想嫁给那个败类,你是个好人,我可以给你很多钱,我一愣,对苏肉确实很有好感,以前我就是个屌丝,怎么敢肖想家人呢,你放心,我会光明正大的娶你,边海市,龙业集团来了,就这样过了几天,我给我妈陪床的时候,接到了苏肉的电话,一接通, 他便兴奋地说道,太好了,龙业集团主动和我们苏家寻求合作,危机渡过了,没想到,龙业集团竟然要在边海市开分公司了,今天收购公司的就是他们,我当然知道,这一切都是我办的。 听他高兴的样子,我主动提道,恭喜你啊,咱们的婚事,我懂得,苏肉沉默了下,严肃道,一直以来的接触,我知道你人很不错,昨天你答应帮,我渡过难关,我又怎么能过河拆桥呢? 能听得出,他明显非常认真地说道,那些阔哨,我也看出他们人品了,不如咱们试着交往吧,我非常感动,我果然没看错人,而且不是我报复以后,看的是我本性的情况下,我也发誓,要对这个女人好,第二天一早,我便到了公司处理事务,意料之外,清理之中的是,杨斌来了。 不过他不是以被开除经理的身份,而是带着杨家人,还有我们当地的首富,白,家,再加上几个大大小小的家族,原来他们已经共同一气,孤立苏家了,我到休息室门外去看,只见杨斌一脸得意,苏家人,你们还敢来啊,没用,的,不答应我的要求,让你们苏家,在边海市混不下去, 苏家人全都无可奈何,苏柔也是愁容满面,看杨斌小人得志的样子,我真是恶心,不惯着他。 我给了安娜一个眼神,后者点了点头,走进了会议室,杨家,白家,你们可以走了。杨斌听到这话,大惊失色,激动地问道, 助理,你没说错吧,我们杨家到底啊,得罪你了。 你也看到了,我们和白家的联盟,汇集了边海市商界最顶级的力量,他苏家已经快要完了,安娜眼眸一沉,冷声道,你算什么东西,龙业集团的话,不会说第二遍,众人没办法,只能哀声叹气地离开,杨斌更是垂头丧脑,嚣张不起来了。 龙业集团作为几千亿的商业帝国,谁敢招惹,单挑整个边海商界,不成问题,安娜助理,真的只和我们苏家合作,苏柔也是大喜过望,安娜点了点头,知道我和苏柔的关系,态度缓和了许多,是的,你们回去准备吧,我也刚想离开。 便听到会议室,传来苏父的声音,小柔,爸可是听说了,这次负责的是龙业大少爷,趁着这个机会,爸一定把你介绍出去,苏柔秀梅一簇,爸,且不说人家看不看得上我,他下定决心般说道, 而且,我有男朋友了,听到苏柔勇敢承认了我,我心里一暖,苏宇也在一旁劝道,妹,你傻呀,什么男朋友,有人家龙业集团少主好啊,你,无论如何,也得搭上这层关系,我实在听不下去了,这是要把苏柔卖了,我直接冲了进去, 伯父,姐姐,请不要为难苏柔,见到我,苏家姐妹都很惊讶,苏宇更是对一苏惊呼,就是这家伙,见但苏柔点头,苏宇气愤地,在苏父耳边耳语,知道了我的身份,苏父瞪了过来,一个穷人,你怎么敢的,真是笑话,你一个垃圾,拿什么和我女儿在一起,我听得很愤怒,看不起穷人, 那也请不要侮辱,我们普通人也很努力,有钱就见得是好人了,苏宇也讥讽着,不看看自己什么东西,赶紧离我妹妹远点,苏父朝着身后的几个人,会了挥手,赶紧地,把二小姐抓回去,然后看向苏柔 冷着脸说道,小柔,听话,爸替你搭线,你应该找个人中龙,凤,咱们苏家也能跟着沾光,这样的父亲和姐姐 不值得尊重,我试探地看向苏柔,小柔,我们走,见她点头,我直接拉着她的手,朝着门外跑去,我说过,要光明正大娶她,我想正式地,以龙叶少主的身份登门,而不是现在已,是压人,我带着苏柔,一路回到了医院,老妈见到苏柔,握着的手,就没松开过,不停地夸着,苏柔。 苏柔好看什么的,苏柔也害羞地红着脸,甜甜地叫着阿姨,我也难以置信,自己竟然能有这么一个角色,大家闺秀女朋友,而且现在我还有实力,能留住她,晚饭过后,我爸说道,我和你妈商量了。 回镇子上养病,这十年,你们孤儿寡,母,没少被妻妇看不起,爸带你们回去找场子,顺便把你爷爷奶奶千坟出来。 又过了几天,老妈病情稳定以后,我们一家带着一众保姆保镖,还有私人医生,和苏柔一起回了老家的镇子上。 一回去,大伯一家马上就来了,还有一些亲朋邻居的,过来看热闹。 我家老房子,已经被大伯儿子一家占了,呵呵,老三,这些年,爹妈的坟都是我们打理,而且祠堂得修缮一下了,大伯没有提房子的事,反而提修祖祠的事,毕竟我爸回来了。 他们没任何理由占,房子,看样子是想让我们主动提出放弃房子,呵呵,不就是修祠堂,需要多少钱,五百万够了吗? 大伯文言,哈哈大笑,老三,你没了十年,结果是得失心疯了,你确定是五百万,不是五百块,其他亲戚们也都一阵哄笑。 王老三,你也太能吹了,没钱撞什么啊,我们王氏怎么出了你这么个丢人现眼的玩意,我爸没大理他们,招了招手,安娜带着几个保安,打开一个个手提箱,里面全是钱,一时间,亲戚们一片哗然,这么多钱,可真是开眼了。 哎呀,老三还真是有出息了,三哥,之前和你开玩笑呢,可别生气,老三,到我们家去吃饭,你大哥这些年,可没少欺负你老婆孩子。 王五,你别污蔑我,看着势力眼亲戚们秒变脸,恭维起了我们,我只觉得大快人心,大伯一家也都梦了,大娘满脸堆笑。 老三,没想到你这么出息了,我爸一声冷哼,我有钱,和你们有什么关系,大拨文言,一排桌子。 老三,你什么意思,有钱就忘了穷亲戚,我爸眯起眼睛,冷喝道,你们欺负我老婆和儿子的事,别逼我算账。 震慑住众人,我爸扫尸四周,现在,轮到我说,你们和我们家比起来,什么都,不是,垃圾都算不上。 然后,这些势力眼亲戚们,都被保镖赶了出去,晚上的时候,苏柔接到了一通电话,然后,欲言又止地和我说道,我家想让你跟着我回去,谈谈咱们俩的事。 怎么办,他们肯定不会同意的,要不,咱们私奔,看来苏柔,只觉得我爸是个小老板,看他认真的样子,我忍不住笑了笑,我第一次攥紧他的手,坚定道,有什么,我都和你一起面对,苏柔也重重点了点头。 第二天,暂时阔别父母,我和苏柔一起去了苏家别墅,一进去,就听到苏父呵斥道,王峰,你还真敢来,我话放在这儿。 以后你别想再,见我女儿一面,果然是鸿门宴,我又看到,杨斌和成岳,还有刘娟都在,杨斌一脸得意,京城奥园集团老总,是我表舅,本来不想公开的, 虽然比不过龙业集团,可是让你们苏家破产,也是小菜一叠,苏柔冷着脸问道,你想干嘛,杨斌挑了挑眉,背笔说道道,我要苏家不和龙业集团合作,然后猥琐地看向苏柔,还有,我要你成岳直接急了,老公,你说什么呢?杨斌不耐烦地呵斥道,闭嘴,差你钱了吗?就你也想嫁入我们杨家? 接着,杨斌无耻道,赶紧做决定,好好想想,龙业集团会为你们苏家大动干戈吗?我不禁冷笑了下,不好意思,恐怕还真冷,我就是你们说的龙业少主,你们觉得,我会不会帮我女朋友呢? 此话一出,四周哄堂大笑,成岳讥讽讽着,我以前怎么不知道,你还有这本事,想钱想疯了吧?男人活到你这份上,都不如死了。 我静静地看着他们的嘴脸,很快,不出意外,杨斌接到了一通电话,什么,集团破产了,还欠了几十亿外债,杨斌拿着手机,一屁股坐在地上,面如死灰,众人齐刷刷地看向了我。 成岳熬的一嗓子,面色惨白,你破产了,孩子怎么办?安娜此时带着一众保镖,在门外走了出来,对着我齐刷刷鞠了个躬,大少爷,大,大少爷,苏父目瞪口呆,这,王少,不,妹夫,苏语也马上变脸,我看向旁边,一脸惊讶的苏柔,不好意思,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,我想重新追求。 求你往后余生,我一定会保护,好你的,我接过保镖递过来的花,单膝跪地,苏柔梨花待雨,微笑着点了点头,这时,成岳突然冲了过来,不行,王峰,我错了,你看咱们两年感情的份上,重归。 与好吧,然后,刘娟也跟着祈求着,对,我们错了,钱还你,不双倍还你。 我只觉得好笑,你觉得,我还在乎这点钱吗?不过我会让我的律师,状告你们,的,还有,你们以为自己为什么能来? 当然是我和奥远集团打招呼了,让杨斌务必,把你们带着,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,都有孩子了,好好和杨斌一起还债吧,出轨的人,这是你应得的。 对了,我想告诉你们,该是我看不起你们,滚吧。 我一挥手,保镖把哭喊着的,成家母女拖出去了,有了龙叶少爷的身份,老丈人和大姨姐自然没话说了,我以封叶少主的身份。 成功报得美人归,婚后,我成立了一个基金,专门扶持普通人,标语就是,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打工人。 因为他们很有可能是你惹不起的人,每一个普通人都是潜力股,末期少年穷。